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台湾出身 也有台湾国籍 他的爸爸更是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 在陆委会表示 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查处 问题是能怎么罚呢 有强制力吗 海峡论坛也有一名来自花莲的阿美族青年 叫杨品华 高喊他是骄傲的中国人 赞扬歌颂中国的一切 但是中国对少数民族做了什么呢 是保存文化 还是灭绝他们的文化呢 这些人舔共说谎 成为统战样板 台湾人要忍受他们吗 那为什么不干脆入籍中国呢 而中共两面手法 一面统战 一面威胁 共击连13天扰台 今天侵扰西南空域 创下本月最早的记录 还传出解放军最新的歼20战机 进驻浙江渠州机场 距离台北仅有500公里 号称不必飞到目标的上空 就能执行斩首任务 歼20真有那么厉害 还是又再次在碰轰呢 那两岸最近都在兵推 没想到共军自己的兵推 战损达七成 依照中国大外宣 不是应该百战百胜吗 怎么会出现战败的讯息呢 还有国民党团打算提案 要求政府力促台美复交 美军协防 蓝军又在朝短线又来乱的吗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会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在我右手边地位是 民进党新竹市议员李延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建民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也是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前国民党 黄国元党部主委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这舔共一人 台湾要怎么处理呢 看下 中国央视公布 十一国庆晚会阵容 正在舞台正中央 穿着红色礼服的 就是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大家一起合唱 然后又是以一种 特别澎湃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 期待有激动 但是同时也挺兴奋 你没看错 欧阳娜娜将在中国的 国庆晚会演唱 而且兴奋的表情 全写在脸上 唱给中国观众听的是 这首《我的祖国》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有些人 他享受了 我们的自由民主 享受我们健保资源 身为公众人物 还跑到对岸去 唱不适当的歌 国人自有公平 我来自台湾的部落 我是骄傲的中国人 陆委会也发出警告 直言中国安排台湾人士 参加十一庆典 是为了宣传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国文部应该支持 协助中国对台湾 进行统战宣传 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4条规定 为中国从事任何 政治性目的的宣传 违背现行政府法令等 如有违法就一定查处 好我们看到 这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还有张韶涵等 要登上中共的十一国庆晚会 要高唱《我的祖国》 那这行政院长 苏文昌他就说了 享受台湾资源 还到对岸去唱 这种不适合的歌 那陆委会就说了 如果违反规定 将要查处 我先请教明宇 怎么样看待 包括欧阳娜娜 这些艺人 他们的作为 以现在的两岸的气氛 还有台湾的整个社会的氛围 会如何看待 他们这样的作为呢 确实啊 如行政院长苏贞昌所说的 因为他们两个 是身为公众人物 那你还在这个两岸 现在紧张的一个气氛之下 那你还去对岸 唱这种不适当的歌 重点是他们还享受 你这样讲资源 那苏贞昌有特别讲说 是健保资源 包括很多的这个艺人 黄安 刘乐妍 就都是这样子 然后你还去 就是说这样子 确实是大家的观感 会非常的有争议 那先讲啦 就说他找了欧阳娜娜 跟张韶涵 那张韶涵 因为被人家查出来 他其实是加拿大籍 而且他是唱这个 跟疫情有关的这个歌曲守护 他是双重国籍吗 目前我就是有有媒体人说 他是双重国籍 加拿大籍不晓得 这个可能要再查证一下 所以他的争议 在这一次比较没有那么突出 可是欧阳娜娜的部分 因为他是跟这个什么我的祖国 而且他已经不止一次了 包括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已经不止一次 他脸书上也讲 然后接受访问也一直强调说 我爱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或者说什么身为我中国人 我骄傲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他都一再的强调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那你这么热爱你的祖国 那现在这个疫情 正热的时候 那你怎么不跟祖国共富共患难 你反而躲在台湾 那你这个需要你去这个捞金的时候 你就又跑去这样 要赚钱就去 对 要躲疫情就回来 好 那你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先分两个层面来看 为什么中共要指名找欧阳 欧阳娜娜台湾有这么多的艺人 为什么偏偏就是她 当然就像陆委会说 这是样板的概念 因为欧阳娜娜她是年轻人 她现在就是要找年轻人 那代表说台湾年轻人 像欧阳娜娜娜这样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第二个 当然是看中她说两岸 她也算是高人气 在台湾我不晓得 但是呢 在中国大陆 最近 我讲最近 她也创了一个记录 因为这个武汉的肺炎的疫情 不是蛮严重的吗 她没有办法去 所以她就在这边做了一个直播 就做了直播 她有这个媒体统计 她光是一个小时 那个粉丝抖内的钱 一个小时就赚了66万台币 对 你就知道说 所以人气很高 就说她那个吸睛的功力 是非常的高强 那更有这个媒体报导说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她说她半年 半年包括电影跟戏剧的演出 她可以捞金三亿元 三亿 那五年 大概五年就赚了 这个都是上亿的台币了 对那当然有媒体把她加 我不知道 有个媒体把她加写的蛮可怜的 就说她现在赚这么多钱 是要帮欧阳龙选议 选那个市议员没上嘛 他们家欠债 说负债蛮多钱 然后她妈妈付捐 现在只有零星的通告 然后说她爷爷奶奶 也要靠她养家 然后还说她妹妹 现在也在美国读书 这样叫可怜 就是说她一个人要负担 全家人的一个家计 可以赚好几亿这样可怜 对三年可以赚五亿 然后说她半年赚三亿 三年赚五亿 那就是把她这个有媒体形容 就是说她一个人要身负 养全家的重责大任 那所以她必须就是说 要去点名她去赚这个钱 可是她爸爸还是在国民党 担任发言人吧 对所以她爸爸 我觉得她就是说 欧阳娜娜娜娜 她就是这个 就是说中国是以伤逼阵 我觉得待会要讨论这样的状况 可是她爸爸身为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 应该是钱啊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那就是说你身为国民党发言人 文传会副主委的角色 就很多人就是大家去问她 问她就说那你赞不赞同 就是说欧阳娜娜这样子去 去这样附中这样的一个状况 引发国人观感不好 她爸竟然还讲说 第一个她绝对是反对台独 她说台独 她说见鬼了 用三个字来讲 那第二个呢 她就说因为这个什么 她希望国民党可以重返执政 还把这个说国民党可以重返执政 她说这样子两岸人民 就不用再受到这样文化啦 经济啊政治上的压迫 哇她把她讲成这种 就是这种那个政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我会觉得她爸爸的这个思想 是蛮奇怪的 这要把这国民党也拖下水就对了 也跟着她红筒就是 那我最后要讲啦 我就说中国这个部分 确实是蛮过分 她就是以伤逼阵啊 她现在就是看准了 你这些这个台湾的艺人 你必须就是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像我刚刚讲欧阳娜娜 哇她五年可以三年可以赚五亿 这样的状况之下 哇以伤逼阵 她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你以后这个中国的舞台 我就封杀你 你以后这个演出啊戏剧啊电影 你就全别去了吧 所以你看就是 她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中国的市场 很多人就为了要去赚那样的钱 所以她就说被勒紧的喉咙 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角色 那现在陆委会说要查处 是能怎么查 到底能怎么查 她这样能罚什么 对 还是有实际上的困难 坦白讲我觉得陆委会 应该来表达强硬一点 因为她现在就是警告她说 你就是不要去违反反渗透法这样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她只是唱首歌 这还是强调我是我的祖国 我觉得陆委会应该要更明确的 一个法规的法律表态 那我最后要讲了 我是说中国以伤逼阵的状况 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看最近最近的几个例子 像国民党的林荣德代理主席 无论如何都想要去海峡论坛 那也是因为她的瓷砖事业 都在中国大陆 所以她必须无论如何 这个大概爬也要爬去了 那再来就是说 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次卿来台 那你很多这个台湾的高科技的老板 他们也不敢去 那你看包括像什么 这个林伯峰啦 王文渊这些人都不敢去 那也是因为是看中共的脸色 后来你去查 这些所有的企业都在中国 有非常大的投资 所以他们必须要看中国的脸色 所以最后来我还是要谴责中共 你用这种以伤逼阵 来逼迫人家 套一句习近平的话 不是你拳头大 我就必须要听你的 但是中国你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作为 的确以伤逼阵不就是利用这些民间所谓的交流呢 在进行这种政治国家的认同呢 那特别是欧阳娜娜 为什么不干脆就入籍中国呢 来正好 那这样子赚钱不是更赚的心安理得 对那再来就说 现在这个查处 他这个国庆晚会是算民间活动 还是政治活动呢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欧阳娜娜入籍中国 他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的话 这个国庆晚会根本没有欧阳娜娜的份 他之所以职钱是因为拿着台湾的身份证 站在那边当大外宣 可以让中国的民众说 这边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唱我的祖国 欧阳娜娜娜长得不是特别美 歌声不是特别好 演技不是特别棒 为什么可以站在这边 我讲白了 就是因为他是台湾人嘛 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台湾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一辈子想要当美国人 对不对 大学去美国念书 然后留在那边在美国工作 拿美国绿卡 在美国缴税 我们不去谴责这种人 很简单嘛 你本来就有自由意志啊 你要当美国人是你家事 你要当加拿大人是你家事 你要当越南人是你家事 你要当印度人是你家事 都可以嘛 自由嘛 自由嘛 可是确实有一种人 嘴巴上说我想当中国人 可是身体上很诚实 死不肯放弃中华民国的护照 这才是尴尬之所在嘛 这才是让大家 大家觉得不开心之所在嘛 比如说黄安 比如说刘乐妍 比如说欧阳娜娜 每次要看病就回台湾 然后每次要投票就回台湾 然后要赚钱就在中国 这东西就是你嘴巴跟身体 是相反的嘛 就是你身体上知道 中国那种地方不宜久呆 你赚了那些钱 他们说没有就没有 你一句话讲错话 他们把你抓走就抓走 所以说我的所有资产 还是要放在台湾 可是问题是那边钱好捞 因为我台湾人的身份 我去那边一下就当样板 一下就当大外宣 你知道这十一晚会 一次好几亿人看 好几亿 你要多少 你要砸多少宣传资源 你才有办法在一个国家 一次上好几亿的人 所以再怎么样 他都不会放弃台湾集就对了 不会放弃台湾集嘛 这些人之所以 我在讲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再对他那么好 包含那个所谓阿美族的人 阿美族的年轻人去海峡论坛 给他大篇幅的报导 都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嘛 所以如果今天张绍涵 欧阳娜娜宣布还有黄安 刘乐妍放弃台湾集 我入籍中国 入籍中国之后 去看他们的 我身边都去住他们方舱医院 然后我今天所有的管制都照他们的 然后随时法律上有全部听中国的 我认为大家没什么好讲 这样才热爱祖国 你才热爱祖国嘛 你才热爱祖国嘛 所以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情感上不能接受 就是很清楚的是 他根本是两套标准 那我也呼吁中国人你要看清楚 中国人你不要以为这些人是真的热爱你们 没有耶 他们至今没有放弃台湾集 他们是去赚你们的钱 热爱人民币 他们是在骗你们的 他爱的是人民币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很清楚 你们不要被这些人骗 我认为中国人的网友 应该公开抵制这些人嘛 很简单吧 你爱祖国爱中国 你先放弃台湾集 我们看很多老外 说爱台湾 对不对 包含吴凤等等 是不是后来都入籍台湾了等等 那我说OK啊 真的爱台湾嘛 那我什么嘴巴上说爱台湾 然后右边赚台湾钱 然后左边再回国家 自己回来想说 没有个国家可以想起这件事情嘛 所以中国网友 你先去抵制欧阳娜娜 对那再来 那我们的陆委会 到底能怎么查处 我跟你讲 说要查处 但问题是实际上 有这么容易吗 很难很难 因为这个东西 毕竟第一个非商业 非军事 然后也非政治 那这个东西是比较算用艺人型的 所以陆委会 你看他讲的魔尼娘可 他有点是帮台湾人出气 可是我问题 陆委会不能做这些事情 我们台湾人自己要自知哦 你知道中国到底花多少钱在统战 至今都是个谜 对不对 美国智库 詹姆斯顿基金会 在今年特别太好奇 到底砸多少钱在整个统战里面 他们把中国160份 各包含地方政府 包含他们中央部会 各部会那种财报 全部统整完后 去查中央加地方统战 一年 2019年花了26亿美金 753亿台币 概念什么概念 他们的外交部预算只有20亿美金 换句话说他们在统战的经费 比如外交部还多6亿美金左右 大概多180亿台币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这个统战哦 除了钱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像欧阳那就是我给你名声 还有一些台商什么 我给你土地 我给你补助 我给你特许 这些都是要权利的部分 都还没有在算这个部分哦 如果你把这种权利啊 特许啊补助啊取得 全部上过去 保证破千亿 换句话说 中国每一年花一两千亿 在统战 花这么多钱就是要 就是就是要把台湾吃下来 在统战台湾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能够不提防吗 比如说去年大选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嘛 忽然哦 在各个社群媒体 IG 脸书 忽然有很多网红 手上比这个姿势 对 然后照片出来 对不对 下面都hashtag下面都讲说什么 房价越来越高 社会住宅虚大于工 没有勇气生小孩 等等负面的词 下面就有一个hatred 一定要去投票 后来被抓包是什么东西 统战部做的嘛 他们透过台湾的厂商 去买很多网红 那网红也不知道自己是被中国统战 他们是无辜的坦白说 他们以为就做这个动作 可是问题是很多他们的粉丝 潜移木话就觉得 哦现在生活真的很不好 真的养不起小孩 社会住宅真的不够 经济真的不好 所以一定要去投票 然后呢帮国民党吹票 这东西也是统战介入的一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欧阳娜娜跟 张绍涵坦白说 他们是浮出表面的冰山一角 我们更要知道是什么 那个在冰山一角下面 那个一大块的冰山 我们才要真的去提防嘛 所以我认为欧阳娜娜跟张绍涵 你就继续去 你继续去 你有一天会被中国网友看破手脚嘛 我就问欧阳娜娜 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候 你在中国还在台湾 我认为在台湾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张绍涵武汉肺炎 你如果记得你要去方舱医院 还来我们台大这边看 我认为他会选台大 所以这很清楚 就是这些统战人口是心非 嘴巴上说想统战 嘴巴上说祖国很伟大 心里都是赞成在台湾 连黄安都不敢放弃台湾籍了 你跟我讲谁喜欢祖国 所以这些人表面上都说不谈政治 但其实背地里都是政治 嘴巴说祖国非常好 但是呢 另一方面表面上 你又要骂台湾 那你又要回来用健保 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除了我们看欧阳娜娜之外呢 那在海峡论坛 还出现了一名来自说 台湾的花莲阿美族青年 他就说呢 少数民族是中华文化璀璨力量 民族发展的道路都没有忽略台湾 他说他是来自台湾部落 他是骄傲的中国人 他要当祖灵的眼睛 结果网友马上就说 阿美族的祖灵在哭泣 那实际怎么看 这些人都每次都是号称说是台湾人 结果呢 甘为样板 然后说祖国多好 那是不是影响到台湾有些人的 年轻人的国家认同呢 的确啦 就是说你看中国的手法 就是他们挑选为作为样板的人选 其实也有在与时俱进 也有在不断的更新啦 譬如说像黄安跟刘乐园 这种就已经没用了 他们也就是过去了被看穿了 所以这些人没用 那没用怎么办 我要与时俱进 我要再找一些新的 所以他必须要从年轻的漂亮的 然后这个粉丝人数众多的这种去下手 譬如说前几年的时候 不是还找了一个五十 五六十岁的台湾高雄的年轻女孩儿 进到他们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去开会 那一个一个一代一代的都被台湾人拆穿 然后唾弃之后 他现在知道了 哇 找这种刚二十岁的啦 然后年轻的啦唱歌可能还不错 对 郑昊说他唱歌不好听 对 但至少张朝涵吧 他本来就歌星出生嘛 就是说他要找这种追随的偶像级的这种人物 下手会比较 他认为这样子影响力会比较大 那当然这是上层的 那下层的当然我觉得各种的部件 其实中国从来没有松手过 不只是郑昊刚提到说 在选举期间的时候 那个网红笔的手势 他甚至还找了一个对岸的记者 然后用流利的闽南语 然后变成一个直播主 然后不断的在网路上面洗脑洗脑洗脑 说这些手法 其实后来都被台湾人发现说 原来原来这个背后是这样子的故事 至于阿美族其实 我不能排除有一些人的确会主动的要去那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曾经就有一个立法委员 不是也就带着大批的原住民朋友 跑到对岸去附和 然后说这个才是我的祖国等等的 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中央明代了 然后说不定他影响了 这些年轻的原住民朋友也说不定 好那这些年轻的原住民朋友 会不会在他们的这一些族群里面成为典范 我认为不会 大部分的原住民很知道自己的 这个出生背景以及血统 就他们跟中国其实坦白讲是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 台湾的原住民其实是跟南太 或者是南洋 南岛民族 这边才有这个血缘的往上溯源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这种就很明显的 他就是样板 那样板会不会有效 坦白讲我觉得那个效用是会被递减的 而且我也奉趣说欧阳娜娜 他其实也20岁了 他也成年了 成年的人其实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 你不能两边都要好处 你在那边可以赚钱好处我要 你在这边用健保看牙齿很好我要 天底下没这么便宜的事情 你今天如果不做出选择 想要各种好处都捞进 我认为其实历史都会给 都会回馈到你身上 现在欧阳娜娜的事情被揪出来之后 全家都臭掉了 不只欧阳娜娜臭掉 他爸爸也臭掉了 他爸下次还要再选吗 还选得上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做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你全家可能都得付出代价 所以我会觉得说20岁能选择的年年纪到了 如果你的祖国在那边 又可以让你赚这么多钱的话 好成这个样子 其实你就应该做出选择 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大人的选择 那至于说文化部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规定 来查处的确我觉得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模糊地带 但是我们的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其实规定的 有一条命令规定 台湾的人民法人团体机构 不得为大陆地区涉及政治性内容之合作行为 那所以你现在就要界定说 他的十一国庆算不算是 他只说不得参与 对但是有没有罚则 但是他怎么罚 但是他不行去 那如果他还是违反了这条规定去了 那接下来看看文化部还有 或者是陆委会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但是这一条我觉得其实就明显界定了 对你们两位其实就是 违反了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 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 但是是不是能有实际的罚则 或者说能有强制力 还是说只能罚钱 这是不是都可能是杯水车薪 做不了什么 但特别是这些人的谎言 是不是有可能去影响到台湾人 杰明哥怎么看 因为包括欧阳娜娜 也包括这个阿美族青年 他也是说他要当祖灵的眼睛 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特别是中国最近对他们的少数名字 做了些什么呢 在内蒙在维尔尔族做了些什么呢 没错事实上最近澳洲 对新疆的问题非常在乎 那么连续对新疆的问题 做了很多的一个报道 包括拍出了新疆的隔离的状况 那些所谓局中营的状况 那看起来真的蛮恐怖的围墙 然后一间间的房子 然后一群人住在一起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中国的两套手法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呢 习近平最近也不客气 他直接说他要把整个新疆的 维吾尔族呢 是用所谓的中式的中国人的方式 来做所谓的维吾尔族 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回教徒呢 必须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走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真的急需要有一个人 能够站在这个台面上说 你看还是 你看远至于台湾的阿美族 依旧你看向往这个中国的这个治理 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哦 其实看到欧阳娜娜马上 在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他曾经被列为台独 那时候欧阳龙也很生气 说他之所变成台独 是因为民进党害的 我不知道民进党怎么换 他变成台独呢 那时候的欧阳娜就说了这句话说 我是中国人 我以中国为傲 这句话讲完之后不得了了 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 直接就看了一篇专题 问欧阳娜娜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句话说 不要给台湾艺人扣上台独的帽子 你可以知道这些是对于中国 他们如何小心呵护 唯一紧烁的欧阳娜娜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 有相当多的台湾艺人去了中国 但是目前为止慢慢的 像黄岸一样慢慢的都不见了 因为中国大陆这几年艺人 坦白讲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日子 所以看得出来欧阳娜娜 今天能够在11的 这个国际上面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艺人 中国籍艺人看在心里 可能心都要碎了 为什么现在中国最惨的行业 你知道吗 像中国有几家上市的 这个艺文公司 股价跌到只剩下三毛五毛了 为什么根本没有生意 上次献股典令的时候 一缸子的艺人全部阵亡 现在你只要挂了台湾这个名字 你可以上上11的国庆的这个节目 我相信看在中国艺人的心里面 也不是滋味 有些中国艺人可能还上不了他的晚会 上不了 现在中国艺人可怜 他们现在是求爷爷告奶奶 能够躲就躲 不要被查税就好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中国真的很惨 连那个电影院都做不满 所以这个欧阳娜娜真的是得到中国人 中国政府极高的一个待遇 那可想而知嘛 就是一个大外圈 高度的样板 就是一个样板嘛 所以有在去年的时候 当这个欧阳娜娜讲了一句话说 他是中国人以中国为澳的时候 马上这个香港就有一个网媒 就说一句话 看到欧阳娜娜替四个人流眼泪 谁呢 何韵诗 黄秋生 杜文哲跟周润发 这些人在反送中的时候站出来 为香港人捍卫香港人自由 但是我不能把欧阳娜娜抬这么高 他自己就觉得在中国他真的赚很多钱 这一次的11的这个国庆 一定是以中国梦祖国送来走 为什么 因为知道中国现在自从上次武汉肺炎 到后来这个灾情 你知道现在中国最流行是什么吗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又是到了 吃大闸蟹的时代里面 那因为这些水情很糟糕嘛 所以大闸蟹基本上十只有九只是假的 然后你知道在中国送什么吗 送的不是实体的大闸蟹 送的是纸 一张纸上面画一个大闸蟹 送纸 对 你不要想看那张纸 用照片望眉指可就对了 我花200块 然后卖给小玉 小玉拿着塞满 卖给国东 可能卖1000块了 所以中国现在状况非常的糟糕 他真的很希望有个台湾人 一个年轻的女生 站在这个国庆日高唱我的祖国 那对中国来说 他急需要这样的样板 中国面对现在的问题 他只剩下最后一个欧阳娜娜做的样板 那么欧阳娜娜的这个态势 其实某种程度是中国的悲歌 其实我乐观去看待中国做这种事情 因为他没有佛 一直春节欧阳娜娜 让他在中国能够赚最后的一笔钱 我倒是替中国这么广大的艺人 连去唱首歌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机会给了欧阳娜娜 我只能说中国做大外宣 最后只能牺牲他自己艺人的为了 你确当然艺人要去赚钱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那种政治认同 甚至是去赞扬一个专制极权的政府 那就民主了台湾人是完全看不下去 当然他们内部也有人去赞扬欧阳娜娜 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总编级胡锡进 他就声援 他说今天台湾就是1949年被围困北京 那些鼠目寸光的台独得益于一时 终将有这个追悔莫及的一天 所以其实欧阳娜娜的作用就是在 这个帮助那些中国人能够 议员他们统一的一个梦想 甚至是幻想吗 来 余将近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其实今天看这个状况 我先讲一句实在话 在十一的他们这个晚会上 会找了欧阳娜娜跟张绍涵上来主持这个节目 我觉得相对在军事上 我觉得放心的多了 如果今天中国解放军真的强到 吹拉鼓朽 无所不悔 何必做文攻啊 直接武统就好了 直接武统啊 对你不需要再做文攻了嘛 因为你的武力 你的国际的战力已经到这么强了 台湾中华民国算什么 我一下就把你踩平了 你也不需要做这个所谓的文攻 还花这么多钱找欧阳娜娜娜娜 张绍涵出来主持 然后让这些大陆内地这些艺人 他这么不平衡 我唱歌比他好听 我唱得比他漂亮 为什么不能站在上面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 相对的我们会安心一点 对一点我就讲 幸亏上去的是艺人 上去的时候是军人就完蛋 还好今天上去的是艺人 如果今天上去是一票 中华民国退伍的将领 或是退伍的自卫士兵 上去喊祖国 那回来就要法办 那就一定法办 那就严重了 因为你是被弈军人 如果你是被弈军人 你具有中华民国被弈将领 或是阿兵哥 只要是军人 你只要站上这个十一舞台 回来非办不可 这叛国 对 这是叛国 应重性高于欧阳娜娜 幸亏他是艺人 艺人跟商人一样 艺人要什么 要舞台 要掌声 他在台湾唱歌 如果下面只有三十个人看 他到那边有三千人看 就很高兴 何况上亿他当然高兴 而且收入又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 苏贞昌院长跟这个陆委会 不要这么紧张 不要这么紧张 我觉得中华民国 是个自由的国家 像这个原住民的这位好朋友 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 到海峡论台 他在上面 他如果加两个字就漂亮 我是来自台湾自由部落的人 我是有自由的 我是民主部落的人 我是骄傲的中国人 那就棒了 那下面你把他轰下台了 怎么可以讲民主 怎么可以讲自由 直接消音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字 讲出来 我佩服你 就算你被消音 你也是阿美国 那是假的 不可能啊 对啊 谁会被抓走 你也被抓走啦 可是你就少了这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你 你就是因为你还想再去嘛 你还要跟他们做生意嘛 那为了虎口 为了生计 你不得把这几个自由民主的消音 如果你把这几个字讲出来 我佩服你 那我想他跟张苏梁 我说他们是艺人 我觉得苏贞昌院长 你可以回想一下 在2000年2000年的时候 张惠媚在总统府唱了一个国歌 就被他们封杀 对啊 骂翻了 被他们封杀 四年不准张惠媚到大陆唱歌 四年耶 那我想想看 我们现在 我们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宪法规定很清楚 人民有居住 迁徙 工作 通信 还有人生的自由 苏贞昌大可讲 没有关系 这两个人赚了钱 回来照样磕税 增加我们国家的税收嘛 你不管拿多少钱照样磕税 这逃漏税 不能可以逃漏税啊 你赚了钱 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请回来按规定缴税 那建法要按规定 所以你觉得实际在法律上 很难限制这些民间人士的这种行为 因为这很明白 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的宪法是有人身自由 工作自由 迁徙自由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如果张绍涵今天跟后来拿 上面讲完之后 他举手讲 中华民国万岁 我告诉你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当然回不来了 但是就担心 有这种国家认同 因为有些人的确是错乱掉了 去认同那个极权的中国 然后反而回来批评民主的台湾 来 延会员 现在目前的情况 是不了解到这些艺人 他们的影响力 是 余朱伟说的话 其实我不太认同 当然我们台湾有自由 我们有人身自由 同学自由 工作自由 有赚钱的自由 但是再怎么样不能够践踏 我们台湾自己的主体意识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在赚钱 你赚的钱到底是有道德 还是没有道德 我相信大众自由公平 就是欧阳娜大 他的行为本身 他其实已经20岁了 所以我不相信他的行为 是完全出于无知 我倒是更相信说 他的行为 就算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可是他旁边的人 一定是充分的计算过 他在这个时机点上 他可以趁势 可能利用中国跟台湾 目前的对立状况 他可以分得他当中的利益 所以他个人赚钱 但是呢 我认为短多 长期来讲是空的 就像刚刚实习节讲的 像环安这样的艺人的例子 一旦这个边际效应递减之后 用了几次之后 像一次大家都说他是样板 他马上他这个样板的 这个面具就被戳破了 那戳破 刚刚我补充一点 就是按照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 第90条之二 其实他是可以罚款的 他有罚还的 也只能罚款 50万 最高50万 最高50万 这个钱当然是跟他赚的比起来 不痛不厌 对啊 赚了好几亿不是吗 太少了嘛 不算什么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知道或不知道 但是出于自由意志之下 他还是会去赚这笔钱 倒是说他个人赚到了钱 但是中共赚到了什么 那台湾这边呢 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年轻人现在18岁以下的 亲美抗中的比例 比我们年纪高的人更多 所以我其实一点都不担心 台湾的主体意识 跟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 会因为欧阳娜娜上台去唱了一首歌 而被动摇到 倒是中共在这过程当中 他可能要付出非常非常高昂的代价 而且也给了台湾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们来打击说 你看看中共的大外宣 又又又开始了 他又一个角度 又再一次的 又启动他的一样一样的伎俩 OK来 郭东文怎么看 我是奉剑苏政叹院长 除了批判以外 一定要跟人民讲清楚 这种行为的不当是触犯什么法律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人在竟然反而受到半天 也没有人在插衣 够够给你罰金而已 这种通敌行为 如果只用划钱的话 那你这个国安和政法 不是白修了吗 所以我说这件事应用 不是只应用 我们在这里讨论而已 我相信两岸情势 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中国那边会越加快速的 要某些有影响力的人表态 因为香港当时反送中华 国安法定的时候 你看看就逼了很多港星出来表态 支持中国 那他现在已经讲明白了 情势这样子 你们哪些人要不要表态 一定会逼迫的嘛 那你现在如果不能用法律 但是我没客气说中华民国对中共来讲 在一九四九年已经灭亡了 没有了啦 因为他们建国一九四年建国 中华民国就推翻掉 没有了嘛 他们不相信还有中华民国 所以你唱的祖国是什么祖国 当然就是指中国 现在中共的祖国嘛 这种问题 如果你如果没解释 我就想了一句 过去唐朝的诗人杜牧 一首诗 后面两句就 桑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厚庭花 现在这演艺人员比过去那种桑女 都还无耻 过去那种桑女 他知道国家灭亡了 他还是隔着江 跟敌人的敌国在隔着江唱歌 那你现在是跑到人家那边去唱歌 他现在是没有国家意识 对 不是更可恶了吗 所以这件事 我说除了宗教 你共同的影响有多大 我说第一个法令 一定要跟人民讲清楚 我们不能只讲说 他只是回来 他是还想要享受健保 享受什么 如果法令修改这样的话 不是只罚款五十万 不准他使用健保 你的祖国是中国嘛 要有实际的罚则出来 对 你要拿出办法 不可以跟他说 我们现在吃多少 大家都跟他说 道德劝说不好 道德不好 那是过去的时候 法令不完备 就用道德欠说 议论打法 罵 现在不是 现在他没在怕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你没法力 如果我们用法力制裁他 有一件事出来 后边人就不敢了 这有法律 我们现在拿出来 健保法不让他使用 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 对 这台湾人缴着税金 現在做了健保法 結果這個人跑去祖國在那邊 我們再給他使用健保 這個很不合理嘛 所以我就奉勸說 這件事讓他凸顯出來 商人做行李不抬設政治 我們可以讓他去做 但是如果說你這些有影響力的 他是要影響中國那些年輕朋友 剛剛余北辰將軍講的話 在戰略上我某種程度是同意 他的武力強大可以武功的說 他根本就不需要文宣嘛 不像武 可是有一點是錯了 文攻武嚇的意思 就是要讓他有正當理由 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 怎麼文宣他 他伊拉克裡面有核化武器 所以我們要攻擊他 現在他找這個東西 在做一些文宣 讓他的武嚇有正當性 現在他拿這種人 很多臺灣演藝人去那邊唱 我的祖國祖國是那邊的話 他來攻打你 是他的內政問題 他也可以說 臺灣年輕人嚮往祖國 對啊 是不是這樣 他可以做任何宣傳 讓他的武功可以有個正當性 這個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絕對不容許 所以在文攻武嚇的戰略上 我們現在已經防備了這個樣子了 我們已經做這種完整 可是有些人跑去那裡唱這種歌 你認為他只是演藝人演 唱歌 歌女 什麼那個不對的 他是有影響力的 他在那邊的表演是幾百萬 幾千萬人在看的喔 那怎麼辦呢 他如果再回來臺灣還大辣辣的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們國內這個國安三華了 好 再來關心這中共的文攻武嚇 是全方位 在武嚇部分呢 共機連十三天擾臺 侵擾我西南空域 創本月最早的紀錄 那日前的漢光兵推呢 軍方在齊席戰術呢 還有和民間單位的合作之下 扮演國軍的防守方 成功守住臺灣 國軍日前電腦兵推 也因應勤勢進行攻防對抗 消息指出 當國防大學扮演的紅軍 對臺灣發起攻擊時 藍軍艦隊緊急出港 朝東部外海疏離 卻被解放軍的空警500掌握 回報東部戰區 用各型飛彈追擊 造成不小傷損 在空軍各個基地跑道 也毀損状況下 解放軍第一波登陸船隊 確實攻進了西岸港口 但外船 參謀總長黃曙光 下令封港 阻止艦力探頭保後 戰力保存艦隊回頭截擊 搭配借著民用機場 起飛的各型戰機 成功守下國土 但是外船 這次兵推 邊推邊檢討 每天亮牌 讓各級參謀 備受考驗 好 談完這個文攻之後呢 武嚇的部分 現在共機是連十三天 擾亂臺灣 在我們的西南空域 而且是在今天早上的 六點四十七分 創下本月最早的記錄 因為現在已經幾乎天天來了 那再來有一個 必須要高度關注的 就是殲二十戰機 聽說是他們的 最新的隱形戰機 已經是這個進駐到 浙江的渠州機場 距離臺灣大約只有五百公里 那根據呢 他們的這個軍事專家說了 殲二十呢 配備智慧型的飛彈 可以輕鬆執行 斬首行動 請教正好 這個殲二十真有那麼厲害嗎 實際上的 中國他做出殲二十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他對應的 就是美國的F-35 意思是F-35要有什麼 殲二十就要有什麼 要有隱形逆中的功能 殲二十也要有 F-35要有中長城的戰略飛彈 殲二十也要有 所以如果殲二十真的 像他規格表上這麼厲害 這個軍事專家王雲飛說的 沒錯 確實有可能隱形逆中斬首 可是問題是殲二十會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他的隱形就出現了可能一個大問號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殲二十他第一個隱形塗料坦白說 我不太確定是怎麼來的 然後呢殲二十他的角度 因為隱形戰機他有幾個概念 第二是在飛機上塗隱形塗料 讓雷達打到之後大部分的雷達坡都被這隱形塗料吸收 然後呢少部分雷達坡會反彈對不對 因為雷達坡只要一反彈就會被收到 對他會透過角度然後把這反彈抵消掉 所以他涉及到第一個塗料還有空氣力學的作用 這個東西殲二十坦白說現在都是個問號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殲二十執行斬首任務 他只是自己宣稱自己有所謂的隱形功能 可是F35現在是一直不斷在中東 有以色列去轟炸各個國家 所以目前F35是有在實戰中認證的 這第一件是殲二十的隱形功能是個問號 第二個是比較確定就是殲二十的引擎 到現在都有出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中國的引擎他的問題出來哪 所以他的鋼做不好 剛剛我們說這叫做軸承鋼 軸承鋼意思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在煉鋼的時候 那個氧的含量要盡量少 為什麼因為你的氧一多 他會有氧化物 有氧化物怎麼樣 鋼裡面會有雜質 有雜質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使用年限就不夠多了 他會壞 那這個中國的目前所有的引擎做出來 大概三千小時 可是美國是叫什麼 美國大概一萬兩千小時 所以他們相差四倍左右 這話就是對殲二十來說 他們叫非一次就少一次壽命 他們一直希望能夠做出 自己屬於中國的軸承鋼 那他們叫做窩膳食物 窩膳食物他那軸承鋼 一切規格都比到美國 就是含氧量5ppm以下 跟那美豬有點像5ppm以下 可是問題是內部文件說出來 現在他們窩膳食物的產量 一年只有5顆 換句話說5顆 換句話他們沒有辦法布置 如同他們預想了120架或130架 那這真的是他們自己量產的嗎 還說可能是集合各國的零組件 然後組合起來 兼20現在之前引擎是俄羅斯的 後來換成他們自己的 所以時數掉到剩3000小時 他們未來希望用自己的窩膳食物 那窩膳食物可以拉到1萬小時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他們做不出來 他們產量只有5個 五個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他們不良率太高 良率太低才會只有5個 所以兼20至今到底能不能投入實戰 坦白說都是個大問號 那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現在中國跟台灣布月兒童在這段期間 特別都做的演習 第一個是漢官兵推演習 我們剛剛討論過 漢官兵推演習 我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這個兵推演習很特別是 因為我們一直說是不對稱作戰 不對稱作戰 所以這個時候國防部在做漢官兵推演習的時候 他有一個特別的設定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他假設中國是飽和攻擊 什麼叫飽和攻擊 就是他的兵力無上限 子彈無上限 滿血永遠是滿血 就是他可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最後呢 到底台灣會變什麼狀況 這個東西大家很好奇 可是最後為什麼台灣可以把它擋下來 很簡單 因為台灣以少打多 然後在所謂的 他剛剛講嘛 初期制勝 然後我們動用我們 除了所謂的軍用機場之外 我們民航機場也一起出發 所以我們以少打多 最後打贏了 這是漢官兵推演習 那人家可能會說 你漢官兵推是你中華民國自己自嗨 不見得 可是問題是同一時間 中國也在青銅峽做了一個演習 對 這個青銅峽演習也很有趣 他們也是紅軍對藍軍 對 比如我們漢官兵推 中國一定是紅軍 他們本來就是紅色 是 我們是藍軍 那對於他們演習來說 我們過去所有的解釋 他們自己人就是紅軍 那要攻擊方是紅軍 防守方是藍軍 對 結果呢 他們自己在青銅峽的兵推 結果是什麼 紅軍呢 打了一天一夜之後 戰損大概是70%左右 那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自己講 是他們央視 是他們自己的 第一個是他們演習自己演習 第二個是他們央視自己在新聞公佈的畫面 他們自己講紅軍在打了一天一夜之後 戰損70%之後 演習指揮官要求紅軍重新準備 然後一切滿血再打一次 第二次還是輸 講一講說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會認為說 中國的軍力大概都是第三名 或第四名左右 我們台灣大概是26 因為每一年都有軍事排名 然後很多人都說 這大人打小孩 大人打小孩是不是不一樣 抱歉 打仗不是這樣排名的 如果是攻擊方 那是防守方 防守方會有天然的優勢 尤其是現在軍事戰爭的狀況之下 現代化軍事戰爭 防守方會有自己天然的優勢 對 所以說我們算是26名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配置說導彈 譬如說美國要賣給我們的愛馬仕 是300公里 然後我們自己開發的萬箭彈 也是300公里 我們自己雄山真誠行 也是300公里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就是 它集結的時候 我們就先打擊 所以說用這個源頭打擊的概念的話 對於臺灣來說不是沒有機會 可是那就奇怪了 這個共軍應該是百戰百勝啊 怎麼會讓這種訊息 從央視播出來呢 第一個我認為他們也在降溫 自己內部鷹派的味道 因為其實我現在聞到很多 大概只有一個二百 我叫做胡錫進不斷講 講要打要打要打 蠻多中國共軍的將領 都說不要在這個時候打臺灣 甚至中國自己列出一個不可靠的 貿易清單的時候 他說要制裁美國對不對 中國內部的意見都是說 等美國大選選完之後 再決定要不要去制裁美國 就看是拜登還穿馬 講白話文 那狀況是這樣的 中國內部有一派聲音 尤其是網迷 鷹派 一直說打臺灣 解放臺灣 解放臺灣 可是問題是 中國內部解放軍 確實是有在降溫的訊號 那你看這個共軍落臺啊 什麼連續七天六度老臺等等的 它來的都是運發反潛機 簡單講我們的西南空域 有一個核子動力潛艇在下面 讓中國非常非常忌憚 所以才每一天派運發反潛機過來 那觀眾朋友如果去看我們 臺灣的海底是這樣的 原本是個大陸棚 大概兩三百公尺 到了那個運發反潛機飛的位置的時候 剛好往下掉 它有個大巨大的懸崖在那邊 剛好往下掉 那個地方是非常適合藏潛艦的 所以現在普遍比較有可能解讀 是有一艘美國潛艦藏在那邊 那中國來這個繞門的防空識別區 你看哦 運發反潛機 每一次出動都在西南 防空識別區的同一個區塊在那邊繞 換句話他們是在戒備那個海面上的 下面的那個東西 並不是跟臺灣有關係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兩架B1B1也從關島飛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現在南海也在演習 然後東海就是日本海這邊 未來也要再演習 就是對於中國來說 我認為他的軍事壓力很大 所以這個央視比較解讀為是降溫的訊號 那我們自己臺灣也也有意識到嘛 對不對 我們的外交部長也說 我們不尋求在這個時候 跟美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換句話說兩邊都在做降溫動作 反而這個時候 臺海是相對有節制的 所以很多喊說 解放臺灣啊 喊打喊殺 大選前臺海就開場 那個都是外韓的做法 你去看門道的話 我們外交部我們自己也在降溫 然後呢我們國軍我們 有所有 我們從來沒有飛過海峽中線 然後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也公布這個訊號 就是演習 說好幾次的訊號 告訴內部民眾說 其實打這個臺灣不是一定 的確 我認為台海之間是有節制 對 正好說明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共軍真有那麼強嗎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輕敵 而是說實際去了解 共軍的能耐到底到多高 真的如他們的這種大外勳 所說的這麼的強嗎 比如說這個網友就說 只需15分鐘飛體 臺灣上空 好像呢如入無人之境 好像臺灣都完全沒有防空飛彈 這要請教余將軍 怎麼樣了解 怎麼去解讀這些共軍 他們的資訊 甚至是他們的實力 特別是共軍自己的這個訊息說 紅軍大敗戰損達基層 到底要如何看待這些訊息呢 其實我先把這個殲20戰機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殲20其實它在 他們整個很多的航空展都出現過 殲20號稱是五代戰機 其實整個在洛克星的 馬丁公司來評定的話 它是4plus 是4代加一點 4代加強半 它是4代加一點 為什麼我說是用4plus來形容 你知道 因為這個五代戰機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逆中 這是非要的 一定要的這個條件逆中 第二個它有密接資源的能力 它有轟炸的能力 就垂直起降 這是四大特點 就是說為什麼叫五代戰機 以前的戰鬥機 在航艦上在什麼地方 如果航艦的甲板不夠 它沒有辦法降落 那F35它可以垂直降 對 然後它可以逆中 它的逆中是進階到敵人 飛彈反應的距離的時候 進來之內你才會發現 所以它不叫隱形 很多人說F35是隱形戰 其實不是 它是逆中 它是在你的雷達上突然間消失 等到你發現它的時候 你連按飛彈都來不及 所以叫逆中戰機 那但是這個殲20呢 它有沒有逆中 可能有啦 可是不是到你飛彈那麼近的距離 可能滿遠的時候知道 可是進入你飛彈射程就發現了 那這個逆中就無效 那就是在它的塗裝 跟它整體設計的角度上 還出現了一些問題 因為這個殲20比F35長很多 非常長 為什麼 引擎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它超音速 這個五代戰機不需要超音速 因為它逆中嘛 就不要飛得那麼快 飛那麼快就不能垂直升降嘛 所以它並沒有超音速 那為什麼殲20要超音速 因為它沒有辦法完全逆中 所以用速度來取勝 那用速度取勝的話 那所謂的密接攻擊跟轟炸的問題 就它就沒有辦法執行了 飛那麼快怎麼轟炸 沒有辦法轟炸 所以它那立宗是不是 也可能跟它的塗料有關係 塗料 還有它的外型整體的設計 那就那個塗料 它的技術來源是哪裡 是不是它自己能夠生產 還是說必須仰賴別國 是因為美國不可能賣它嘛 美國這個技術是國防科技的機密 它不可能讓你知道 所以它透過可能方式 去塗法煉鋼去研發 到現在也只能算是4plus 沒有辦法提升 所以說為什麼殲20 它進入到渠州機場之後 其實我相信我們中華美國空軍 是蠻高興的 終於可以看到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否則永遠看不到 都是在YouTube 或者在什麼全國防疫雜誌上看到 你完全看不到它的長相 如果真的跟我們在海峽中 因為大家碰一下面 那就不神秘了 那就不神秘了 都可以拍得到就對了 就拍到就不神秘了 只要拍得到抓得到 那就不逆中了 就不逆中了 所以我覺得這倒是 我覺得他們一直在藏的一點 但它沒有那麼好 可它不要把它說得這麼好 那靠網友來放話 所以說這個什麼 可以執行什麼斬首行動 這也是碰轟嗎 我覺得這麼厲害早做了 早做了 早飛來了 它早就這個戰機 不是今天才發明的 它發明大概五六年以前 就已經發明了 就開始在做了 所以它沒有這麼厲害 它的性能 它的能力如果早就超越 或者平行F-35 它早就過來 另外我講一下 這個演習的漢光演習 其實整個漢光演習 我在國防部待這段時間裡面 漢光演習正式的做法 應該是先做兵棋推演 而且兵棋推演是做很多次 一次不死 兩次 三次 五次 一直做到最完美 最好的境界之後 才由士兵去跑 然後完成整體我們作戰計畫 那為什麼說這一次 我們會士兵先跑 再來搞漢光的兵推 因為颱風 因為颱風的關係 每年大概七八九月這個時候 是颱風季節最多 這個時候如果來搞士兵的話 天啊 到底救災先 還是演習先 所以這讓國防部很困惑 所以國防部就做一些調整 先做士兵 演完再來做電腦兵棋 那想不到解放軍演 跟怎麼配合呢 你真正要配合我們做軍演 做反制做所謂的 你對那一些宣傳的時候 應該是配我們士兵來跟我們對峙啊 為什麼現在我們在做電腦兵棋的時候 你飛過來 你是在幫我們做狀況兵嗎 還是讓我們做假搶敵 我覺得他們也在相對的節制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並沒有那麼強 對那但是我覺得其實 現在解放軍做的這個 所謂的幾次都打敗 幾次都打敗 我個人以軍事專業來講 這樣是對的 這樣是對的 料敵從寬 你要永遠讓我們的官兵知道敵人很強 不能讓官兵有任何鬆懈 所以為什麼 不能輕敵就對了 絕對不能輕敵 所以我說國防部在做電腦兵棋兵推的時候 我幾次一直強調說 不要每次都勝利 來打一次敗仗試試看 來打一次敗仗試試看 你要讓你內部的官兵不能輕敵 我每次電腦兵推他都很強 那可是等到真正作戰時候沒那麼強那不是很輕鬆 可是如果說你每次都打勝仗 都大獲全勝 都能夠經過苦戰奇奇成功 等到真的作戰時候發現天啊 這反而會輕敵 對 所以我呼籲國防部 你不要每次都打勝 真正的把敵弄強一點 我們兵推嘛 反正兵推reset再來一次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讓所有的官兵掉以輕心 那中共他們的軍演呢 這個訊息到底可信度多高 我覺得這個可信度 其實解放軍真的沒有那麼強 尤其這次在福建廈門 發現了很多這個964戰車都出來 在運兵在集結 我覺得那是嚇死外行人 嚇死外行人 如果他今天不是這種內陸作戰的坦克 如果是登陸戰車 如果是登陸的船艦 大批集結 那我們真的要緊張 OK 也就是說 這些即使在這個 什麼廈門 怎麼有開戰準備 什麼目擊大規模這種戰車 這都是964 這是964的內陸作戰戰車 他過不來啊 那一台戰車 重達大概65到65噸左右 全裝載可能將近70噸 那他根本載不動啊 這是內陸作戰的 964逼著戰車 可是那是不是有人趁機在那邊講說 也是有點恐嚇台灣人的意思 他就是下外行人嘛 就下外行人說 你看戰車集結啦 不得了 其實中華民國的國軍要注意到哪些事 第一個導彈 他的東風11導彈 大量向射程之內的範圍集結 而且完成發射準備 第二個大陸的大批的登陸船艦 開始在浙江福建附近集結 那才是要緊張的 所以這個戰車集結 我覺得他也是相對的就是說 我對內部要有交代 那可是我對國際對尤其對中華民國 我要有恐嚇嘛 那又不能造成太大的波瀾 怕美國會有太大的反應啊 所以說他才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很害怕去幫他宣傳說完蛋了 戰車集結 我們中了他的技了 對那我們所以就很清楚講 就是內陸作戰的坦克 如果他往印度跑 印度可能會緊張一點 內陸作戰 對往台海跑 這余將軍說明的非常清楚 這個有時候共軍這種虛虛實的訊息 要如何看待 特別是最近這個廈門台商募集 大規模的戰車 立委陳玉珍就講了 好像感覺上是真的要打過來嗎 藍名語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欄尾 真的是在配合這種訊息 搞不清楚狀況 反而要來恐嚇台灣人嗎 確實啦 你說像這個中共的軍機 七日內六度的擾臺 而且越來越早 那當然就是說 他要一方面製造壓力 二方面就是對內宣傳 那剛剛兩位這個軍事的專家 都已經幫大家解惑了 那你說陳玉珍 他還在那邊 下門台商募集戰車大規模的移動啊 感覺好像就是說 他們要準備攻台 然後還說 因為他身為金門的立委嘛 他說我在前線 就可以感受到那種緊張的氛圍 這個你何必 而且你又是這個身為民意代表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安定民心 而不是說去負荷對岸 然後就是把這個事情誇大到說 好像在就是說 好像要兩岸要開戰的一個氛圍啦 這我覺得立委要負很大 這個陳玉珍自己要負很大的一個責任 那再來就是說他現在越來越早 越來越早 他今天已經是上午6點47分 你這個已經是早 那很多這個民眾 很多網友就會說 現在吃雜糖 要來吃早餐就對了 那另外他還有更多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 包括是這個這個月 已經是連續13天了 13天這個侵擾台灣 那當然你不合否認就是這種 消耗戰 消耗戰 你知道那個民眾已經不能說無感 但是已經就是覺得說 你現在是覺得國際的油價很便宜嗎 你這樣一直飛來飛去 不管我們是要攔截 我們也要我們要升空嘛 升空做這個驅離的動作 或者是說你這個大家這個飛來飛去 你現在是根本就是在消耗戰啦 但他們應該不在乎那些油料成本吧 當然你剛剛講說 那個統戰都那麼多錢了 他也不在乎這個油料多 只是說他這個當然就是說一個宣傳 另外一次恐嚇 還有一個壓力測試啦 當然我們也會覺得說 國軍是絕對不能卸 這個就是說這個卸下金房 如果說哪一天這樣飛過去 你突然不升空不攔截不驅離的話 他會覺得說你是不是一個空洞 然後就慢慢慢慢就直接進去 只要他飛過來就一定要升空 對 所以為什麼就說這是一個消耗戰 他來一次你也要跟著來一次嘛 你要跟著去驅離嘛 如果你有一次沒有 他發現說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大空檔 那他就是會這樣子前進啦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是雙方的消耗戰 雖然我們也是在消耗 但是我覺得這個絕對不能卸下金房 絕對也是要每次的壓力測試 是要做到百分之百啊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包括兩邊的這個兵推 不管是我方的兵推 我覺得我方的兵推蠻特別的 這一次是所謂的這個無極限 就是以前他還有極限 比如說包括中共的戰力啦 他的軍艦要來幾台 這一次就是說根據媒體的報導 是說他的整個兵推 因為就像解放軍的這個兵力 我就是無極限 你有多少我就給你攻擊多少 那我方是由這個黃曙光 這個參謀總長他就是來率領 那後來當然就是這個這次的結果 是我們用齊席獲勝嘛 這個媒體報導說這個包括紅軍 紅軍這次紅軍的這個將領 還要寫一個報告 好來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你這個解放軍的軍力已經無極限了 但是呢這個還是沒有辦法獲勝 所以你看不管以我方的漢光兵推啊 或是說以中國方面 他自己釋放出來的訊息 百分之七十的 剛剛有講過百分之七十的這個這個戰損 他後來第二次這個聚集再重來 才能夠顯勝 不然兩次都已經代表說 其實解放軍他並沒有兵力 並沒有閃上大家的這麼的這個強盛 可以絕對攻台 就像剛剛林俊憲講的 就像中共這種大內宣 十五分鐘就可以攻到台灣的上空了 為什麼你七十年就還是飛不過來 當然我們不是恐嚇說你來打我 你來打我不是這樣挑釁 但是就是說以實際的狀況 再加上兩邊的兵推的線的結果的顯示 就是說事實上他的這個軍力 並沒有像馬英九 或者說像這個蘇琪講的 人家是破銅爛鐵啊 或是說美軍是破銅爛鐵啦 或是首戰局中戰 對 航空武艦這個生鏽啊等等 對 你看我們的兵推都已經顯示 其實我方的實力是蠻強的 那但是你就是說藍營的這些領導人 他本來就是要一直唱衰我 唱衰我們軍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現在是全民的這個軍心啦 這個不但是測試我們的消耗戰 還有對我們這個臺灣的民心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要團結起來 而不是有這種唱衰的一個動作 是的確 來 郭忠祐 所以這訊息很重要 知己知彼嘛 我們過去都聽到說 我們打到一定輸 結果現在發現兵推一發現 原來他們自己的兵推 自己也輸成這個樣子 我先講在軍事戰略上這種文攻武嚇 是一種摧毀敵人心環的戰術 把你的心環摧毀掉 所以他不斷的文攻武嚇 但是如果變成常態性的話 那問題就很多了 雙方都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因為你經常在常態性 比如說連續十三天這樣揮這樣揮 所以你沒有下一步動作的話 大家說這個騙人的嘛 你每天在這裡騷擾幹什麼 這是一種會 心環會鬆懈下來 會把他當成那騙人的不合不合 那你鬆懷的時候 他突然有一天進攻 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問題就必須要把他弄清楚 剛剛小玉講得好 如果說國人自己內心不能團結 就在一起 你怎麼去防止對手的這種文攻武嚇 你沒有辦法 我不客氣 想現在的軍演兵推 跟我們那個上四季 那個年代完全都不一樣了 現在已經數位化了 現在已經指揮參謀本部 在那邊作業的時候 已經是瞬息之間 就戰爭結束了 不會像我們還像二次大戰一樣 拿單兵攻擊 拿槍站來跟著坦克車後面跑 哪裡有還有這樣子打戰防滑 現在尤其是隔著臺灣海峽 什麼時候會看見 解放軍跟著坦克車 已經登入我們的新竹了 我們去哪裡打 不可能的嘛 短短幾分鐘各種導彈 各種飛機風車全部都來了 哪裡還有讓你騎後面的這一些東西呢 所以一定要告訴我們國人的一些觀念 我們每次在放那種隱形的那種 坦克車攻擊 然後打那個船 我有時候覺得說好像我們很落伍 我們沒有數位化 好像我那時候在浮兵役的時候 我是屬於那種叫做化學兵群 化學兵群幹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放煙幕出來讓兩軍在煙幕中對抗 然後擠齊起來 紅金色然後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煙幕一放以後 我們就在旁邊納糧吃水果 已經不一樣 上個世紀的那種軍事演習 現在我們希望我們的國防部 不要再用那種舊的那一套宣傳方法 如果中國中共那邊都已經用新的東西 你要拿新的出來 你要用數位的 你要用順其之間的演變 導彈怎麼射 讓國人知道說 我們有這些武器 我們有防備的能力 不然我們還在想 我那上次去拿單兵攻擊 他們還在那裡跑的話 那什麼打過人家 已經完全不是那樣子了 所以戰爭已經在改變 戰略上也要改變 戰術上我剛才已經講了 各種方式都可以應用的 如果你要讓國人有這種心理的話 你要講 我們前段時間 不是上個禮拜 我們不斷在講了嗎 我們幾乎24小時 我們的戰鬥機就飛上去了 F16就飛上去了 尤其南部地區最多嘛 那我們有沒有在宣傳上 要配合這些東西告訴國人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不要看他13天一直在心台 那第14天突然打出來了 揮彈打出來了 那你怎麼辦 我們一點準備都來不及 來來來來 實際上看 你知道過去其實在上一次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有一年 哇 那個漢光兵推啊 推到這個輸到咪咪帽帽 我記得當時的新聞是 邱邱義人邱拉拔 天啊被打到一個 疏殘了摸摸鼻子 走出那個走出這個他們被被關 關起來兵推的那個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國軍在兵推這件事情上面 倒也沒有在含糊 也就是說會把對方的想定 對方的電腦參數的設定 設定到一個比較趨近真實的狀況 而不會說反正兵推嘛 我們一定要全力打腎仗啊 這樣子可以鼓舞士氣 我覺得他們在面對兵推這件事情 是嚴肅的 然後所以在電腦的程式設定的時候 其實會把對方的這些 實際情況設進電腦參數裡 然後也會用一個比較高規格的方式 來假想說你的戰力是如何做 可是因為最近這段期間 我們的這一次的兵推 某種程度因為國際局勢 的確有一些變化 然後我們自己的國防的能量 也不斷的在往上提升 然後可是你看 我們在設定紅軍的時候 我們是給他不設上線 我們仍然是嚴格的 在面對我們自己應對的能力 而我們還可以這個全面獲勝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值得 鼓舞的好消息 在這種兩岸的情勢 當然現階段來說 的確是一個比較緊繃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自己內部不可以自亂陣腳 不可以有理應外合這種這種情況 跟人家唱賀的那種 不可以看到人家一有 一撥頭髮就哎呦打過來 就是你不可以附和人家的 然後造成我們自己我方的恐慌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 好歹約束一下金門的立委 就是也因為你在金門你在前線 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然後再加上他又很這個 很愛表現 這個陳委員 那所以我覺得他的談話 他的言論 都會影響到整個大局的時候 國民黨會整體受累 所以我會覺得 國民黨仍然要對於自己的黨籍立委 有一定程度的約束力 這樣子才會對於國家整體比較好 是 陳委員你在新竹嘛 你應該最近有發現 戰機也是一直飛嗎 有啊有啊有啊 但是我們新竹的人 其實都很習慣了啦 對 都會覺得是一件 應該要做 而且是要大力支持的事情 像蔡英文總統前幾天去買飲料 送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團結 凝聚 然後讓大家更有這個 愛國意識的事情 像為什麼會說不要恐慌啊 然後不要擔心 然後或者是我們有一些藍尾 會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行 我覺得就是像剛剛有些藝人 會唱我的祖國的歌是一樣的 就大家效忠的對象 好像搞不清楚 已經到了快要打仗的時候了 你還搞不清楚你的國家 你該效忠的對象是誰 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像這個最近這個 美國的外交政策那個期刊 的作者有個叫Garir 他就提出說 其實解放軍登陸 台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台灣最大的挑戰 倒不是我們的軍力 或是我們的配備 台灣最大的挑戰 是要面對我們內部的失敗主義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因為太多人都覺得我們一定會輸 從以前到現在都覺得 我們國軍好像有點弱弱的啊 有點不驚打啊 然後我們台灣那麼小 中國這麼大 這樣打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不是對手啊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這種觀念 就慢慢慢慢扭轉了 透過我們很多軍事專家的解釋 還有蔡英文總統是有史以來 最疼愛國軍的總統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之內 其實我們的軍備 還有我們的軍事科技化改革的腳步 其實進步的非常非常多 我們現在民眾 在接近真實的國防部的資訊 越來越接近透明化的披露之下 大家一步一步的很正確的來認識說 我們的國力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但是我們也不要說 一天到晚唱衰台灣 對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 團結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經過這個兩岸自己的 各自兵退的結果 也可以看出 台灣的兵力真的沒有那麼弱 來傑民哥 但是偏偏有這個退降立委 一直說 畢竟我們是弱者 他這句話講了很多次 當大家談到殲20出現的時候 就我對軍事認知的時候 我反而是比較放心的 因為中國大陸 他現在最精銳的武器 就是他們自稱的殲20 所以他們從殲10 殲11 一直到對地攻擊很強的 殲16都出現了 就是他的王牌一再打 因為殲16 因為我們知道 殲10跟殲11 他主要在空戰的這個纏鬥上面 他對地的攻擊是比較弱 所以殲16出來的時候 當殲16出來的時候 我們媒體也是有這個反應 這些退降的說 你看他們殲16出來了 他對地有攻擊 就很緊張 殲16出來了 如上考皮 那現在殲20也出來 那我就問一下 那中國你還有什麼牌可以打 就是你殲20出來 那我們就知道他的戰略 他只剩殲20最先進了 之後沒了吧 殲20也就出來 那現在就等你飛過來 在談什麼呢 那事實上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美方早就注意到殲20 他們把我們F16 升級到F16V 那緊接著要把F16CD都要出來 這些因為我們剛才 其實將軍已經說了 他其實不算是所謂的五代戰機 他只是4Plus而已 所以我們殲16 我們的F16V 其實就是可以有效去探測出 殲20的狀況 那如果殲16CD再出來的話 他是甚至鎖定這個殲20都不是問題 所以他王牌都打出來 也就是說他現在在測試 台灣入空網的這個壓制組合 但是不要忘記了 當我們在打一張牌 他在打另外一張牌的時候 其實美國相對也在提升 那我想這個浩浩也都上次 有在節目上面也有談到 就台灣的1 2K 其實我們1 2K 基本上已經達到一個 就是偵測殲20的能耐 那這個早就是因為 美方覺得有可能 所以他們就提升我們殲20 我們砸了大概十幾億錢 把這個錢把這個監體起來 所以雙方其實都在打牌 但是如果你把這殲20打過來的時候 那回頭一句話 那你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像2004年的時候 當時為了恐嚇阿扁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在南京廣州濟南 還有這個其他地方 都設了1比1台灣的飛機的這個 就是機場的這個模型 現在又說在三星哪裡都有 好的你在講完之後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問題剛才其實剛好講到的這個軸塵鋼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把這一個 講得很清楚 因為軸塵鋼叫做鋼中之王 全世界最大的軸塵鋼在美國的手上 那這軸塵鋼是什麼呢 就是不論你說風力發電 或者你做這個高速的高速火車 或者是你的戰鬥機 你所需要的引擎的鋼鐵 它的鋼鐵必須要要到軸塵鋼的能耐 如果沒有的話你每飛一次就是註定的飛機的 離它的壽命就越來越短 甚至你知道連它的輪胎 他們都好奇到底 這個它的戰鬥機輪胎能不能自製 因為你知道那個輪胎不是那麼簡單的 輪胎你知道那個戰鬥機輪胎 它必須在出爐之前 它必須用刀刃以360公里 你每小時速度刮三次 刮完三次你這個輪胎還不能爆胎 不能掉穴 那對不起 現在這些輪胎也是美國生產的 那更不用說我們剛才說的 中國要發展高科技煩惱 也必須要有晶片 那晶片所需要的一些高端的這些設備 我們台灣也希望做到 但不行 現在這些設備只有兩個國家有 一個叫美國 一個叫日本 所以總結而言說 當你把殲20排打下來的時候 那我就要問中共 那你下一張牌是什麼 你沒牌了 你已經改講的都講了 然後and 然後只好自己說一句話 對不起我們紅軍隊藍軍 我們失敗了 失敗了 我不知道這是哪一招 不過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講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 在中國的雙方是三分對台 七分自保 它真正的實力是Y1 F-35殲20 因為這是有實戰經驗 F-22跟這個殲F-35 那是有實戰經驗的 可是我們真不知道 你殲20實戰經驗在什麼地方 所以他很做很多事情是 他防禦他自己 百分之七十能在是防禦自己 如果中國真的那麼強 到上禮拜五 中共的人行 還在印鈔票 沒錢啊 最近時間不知道印了幾兆人民幣 所以我們看出來 中國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你不要說廈門到底 放了多少的這個軍事 他們現在重點的事情是 他們的工業產能能回升 才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好 再來關心的外交部長 吳釗謝金在立法院表示 一旦台海開戰基於台灣關係法 美國會來協助 跟四年前相比 今天我們面對更多元複雜的外部挑戰 兩岸情勢緊張 外交部業務報告 開宗民意點出當前危機 在黨立委更關心台美關係 有無可能升華為副交 你認為有沒有可能在你任內 達到副交 我們的駐外代表都有這樣子的雄心壯志 要成為大使 都有可能的這個層面 跟美國 所以也包括副交嘛 在所有的可能的 有沒有包括啦 部長你就回答我的問題 直接yes or no 重新建交 不是單方說了算 吳釗謝這一題打得保留 但談到台海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出手相助的機率有多高 吳釗謝相對篤定 我們看到兩岸情勢 雖然最近感覺是比較緊張了 但是國民黨又在做政治操作嗎 我們看到這個包括他們的黨主席 江啟成在立委這個質詢的時候 就問到吳釗謝 他就說在美國官方文件 有沒有提到說 台海發生戰事 美國一定要出兵 他就叫吳釗謝 一定要講出一個答案出來 吳釗謝說 台灣關係法理定得很清楚 美國會協防台灣自我防衛 那還有林薇周他也問 他說呼籲朝野 譴責中共軍機擾台 希望政府極力促成台美復交 也呼籲美國軍方要以行動來協防台灣 那他們甚至還要用提案的這種方式 那吳釗謝就說 不排除跟任何國家建交 但目前房子沒蓋好 不能說 那國民黨搞不好 還會叫我跟中國宣戰 那民運怎麼樣看到 現在國民黨是要用這種方式 又要來做政治操作嗎 在做那種所謂的短線操作嗎 其實國民黨團的這個動作 還蠻明顯的 他就是要賭民進黨 他的意思就是要嗆你不敢 這嗆你不敢就是 這個吳釗謝不是之前接受 美國的這個專訪的時候 他有講說暫時啦 他就說台灣暫時 目前不尋求跟美國 對不尋求跟美國建交 所以他故意啊 就在提案立院的公投案上面 就講說敦促政府極力促成台美復交 那另外還有呼籲政府 這個什麼敦請美國軍方 以行動協防台灣這樣 那他說穿了 其實他就是那個林薇周的說法 就是要叫你住房啦 那事實上之前不是 那個每次講到這個協防或住房的時候 然後這個國民黨就說 你又要花多少錢啊 就講說國民進黨政府 你們要花多少錢啊 軍費運算 又在那邊唱反調這樣 那現在他這種提案的這個 黨團的這個政治目的啦 就是要賭說 你民進黨這些賭你不敢 因為像小孩子在賭氣這樣 還記不記得就是說 之前包括這個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台灣 或是說美國的這個次星來台灣 然後國民黨就是在那邊跳腳 講說你看你看這個現在兩岸關係 警示那麼緊張 民進黨就故意啊 這個美國高層官員要來訪啊 你們就故意然後配合 然後配合的話 就讓這個兩岸情勢更緊張 我們明天的迷сы coordinates 應該 metro 那麼多 我們不客氣 絕园 我們不客氣 好